大家好,我是穿街走向带你们找地道美食的大兵 关注我带你们发现更多的地道美食 清平鸡曾经位列广东十道名鸡之首 而且被誉为广州第一鸡 清平鸡随着清平饭店的结业而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能在三木兰这边吃到比较正宗的清平鸡 这边有一家叫做有联餐馆的 仍然坚持做清平鸡 在广州是不是只有这一家做清平鸡的呢 知道的朋友们麻烦在评论区留言一下 这家餐馆有烧烂名当 而且也有提供外卖 橱窗这里挂着叉烧 还有香烧桂花杂 这边还有烧肉和他们家的清平鸡 清平鸡看起来个头大小均匀了 45块钱一个立牌 你们觉得贵吗这个价格 他们家的清平鸡曾经拿过非常多的奖项 得到了很多时评媒体的肯定 这是他们家的餐牌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清平鸡广州第一鸡 一只128 半只65 45块钱一个立牌 比原制一星期价格要稍微优惠一点 另外一道招牌 桂花杂40块钱一粒 大部分出品的价格都处于40块钱以内 价格方面中等偏下吧 作为一家老餐馆 他们家的人其实还是挺旺的 几乎都坐满了人 基本都是一些会吃的大妈和大叔 有时候你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 跟着他们准没错 这一道出品名字叫做香烧桂花杂 切的大小均匀 分量看起来还挺多的 这一道出品的工序是非常复杂的 主要食材是鲜鸭肠和五花肉 制作时要注意层层裹紧 最里面夹着的是咸蛋黄 吃起来口感比较软糯 略带一点桂花的味道 最里层是咸的 外层是甜的 吃过的朋友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而这一道就是他们的招牌了 清瓶鸡 摆在你面前能闻到一阵阵的鸡香味 而且鸡味很香浓 清瓶鸡以清远农家鸡为原料 烹饪而成 有很多种烹饪方法 而最后欢迎的还是白切 这排切鸡骨头还是带有血的 证明火候掌握得很好 它的鸡皮闻起来很香 而且并不肥 吃起来口感很爽滑 而且里面的肉还是带有汁水的 越嚼越香 清瓶鸡由于用独特的药材香料 特制的白卤水浸鸡 采用成年鸡汤浸鸡和过冷盒的方法 保持了鸡的原先甜味 以皮爽肉滑 骨头有味而启明天下 所以清瓶鸡也可以理解为这种白切鸡的独特烹饪方法 搭配它们家配的姜葱酱料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 45块钱一粒能吃到这样的出品 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值得的 鸡的味道吃起来跟文鸡一心鸡的差不多 选用的应该是清远的农家鸡吧 而文鸡一心鸡 选用的是清远的麻鸡 鸡皮一点都不肥腻 吃起来非常的爽滑 鸡皮并没有过多的脂肪 这个真的很棒 能在这台餐馆吃到曾经名正天下的清瓶鸡 我个人还是挺推荐大家过来试一下的 广州还有哪些餐馆的鸡比较好吃呢